最近,我国海军突然下水了一艘怪船,双起船船型,大概有一个水上飞机起降平台,远远看去,就好像一堵墙一样,虽然船上没看到什么厉害的武器装备,但是这艘船的下水,却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。 这是为什么呢?有人以为,因他们起架水上飞机,推测这是我国双体航母的技术验证船,13年网上广为流传的中国正在研究和发展世界,第一种是8万多尔级的双船体航母,的消息难道成真了?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双体航母,我国也从来没有研发过双体航母,这艘怪船是中国海军的第二艘927型海洋水生监视船,所谓水生监视船,就是一种利用水生技术进行侦查的侦查船。 这种船还有一个绰号,叫海底扫描仪,因为它可以用建栽生纳设备,扫描方圆及白奶至上前公里的海域,一来可以绘制海底地形图,为潜艇的航行提供重要帮助。 二来就是可以收集潜艇的生难信息,并且精确测定敌方潜艇的位置,使其无所断行,可以说是一种反潜力气,也是体系反潜的重要组成部分,更是大国全面反潜体系和小国局部反潜体系的标志性区别之一。 我们甚至可以说,水生监视船是一种战略级装备,今天,小冰冰就来为大家详细解读。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声纳,其实声纳是英文演义,全称是声音导航与测距系统,声波在水中的速度要比在空气中快得多,可以达到每21500米左右,声纳就是利用声波在水中的传播,完成水下探测以及通讯等任务。 声内可以分为主动声纳和被动声纳,一个是主动发射声波,一个则保持安静,听别人发出的声波,打个比方。 在实战中,主动声纳就相当于打着手电筒找人,被动声纳则是把手电筒关掉,通过对手发出或反射的光来确定敌人。 所以,战场上的主动声纳,一般都是在异方取得绝对优势时才会开启,作为一种威慑,而被动声纳才是实战中最常用的手段。 水声监视船,就是专门玩声纳的,显大海军作战舰艇,不论是水面舰还是潜艇,都装备有声纳,但是书也有专攻,作战舰艇的主业是作战,所以其声纳系统,的性能就受到了限制。 就算装备了强大的拖曳声纳,也是远远比不上专业的水声监视船的。 一艘合格的水声监视船,一般搭在有战略级的超大规模拖延式声纳,以及低的频率对潜艇进行探测和跟踪,然后通过舰载工作站进行信息处理,同时可以通过通信卫星与指挥中心实施通信。 大家知道,水只要流动起来,都会产生噪声,船在航行时,各种机械设备也会产生大量的噪声。 所以,为了避免弹扫,水声监视船的外形与普通船舶有很大区别,就像某国心下水的那艘怪船一样,其实是一艘小水线面双体船。 顾名思义,这种船有两个船体,结果就是水线面,少了很多,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减小阻力。 当然,更重要的是耐波性好,如果遇到了大风大浪和恶劣海况,普通船只可能早就晃得翻江岛海了,而小水线面双体船却能依旧稳如老狗。 这就给船内系统的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,水声监视船的拖曳声带一般分两类,拖曳式声纳和限列阵声纳,拖曳声纳由拖曳,收放装置和电子设备组成,主要以主动方式工作,限列阵声纳主要由限列阵,拖曳,收放装置和电子设备组成。 使用作被动声纳,限列阵声纳,按使用目的,又可以分为战术型和监视型两种,战术型正常100米左右。 攻战术反潜使用,拖曳最大航速可达30节,监视型正常则长得多,可以达到1000米,但是拖曳速度很低,可能只有几节,主要用于远距离监视。 那么,说了这么多,水声尖试船的能量,究竟有多大呢? 我们以美国的无瑕号为例,无瑕号装备了SU-RTASS苏尔塔斯声纳系统,拖曳长度达到了1800米,而其声纳机震长度则达到了2000米。 简单次收放就需要两个小时以上,在拖曳过程中,船的航速一般不能超过10节,最佳航速在3节左右,这套系统看起来非常庞大,但紧随而知的就是突出的性能。 据证业人士判断,SU-RTASS深耐一被动方式工作,在不使用汇聚区效应的情况下,对15节左右航行的688-1型洛杉矶集合潜艇的有效探测距离,可以达到100公里。 在使用汇聚区作用的情况下,探测距离更是可以达到1000公里,如果开启主动工作模式,即使不使用汇聚区作用,其有效探测距离,也可以提高至300公里左右,即使是更加先进的,号称领导声的海狼级潜艇,SU-RTASS深耐的探测效果也是一样,这种高性能,得益于声耐系统的工作频段。 SU-RTASS的被动工作频段是数十赫兹到1000赫兹,主动工作频段,一般在100到500赫兹,在这种频段下,不论是消沈瓦还是什么其他潜艇叫做手段,基本都没什么用。 说到这里,水生监视船与一国海军的重要意义,相信大家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,类似无瑕套这样的水生监视船,美国人前前后后一共造了23艘,而我国在这方面就还换太多了,迄今为止也只有连了几艘,在未来,我国海军一定会迈向深蓝。 水生监视船作为海上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不可或缺的。 不过,随着我国新型水生监视船的向水,我们有理由相信,我们自己的无想好有一大洋的日子,不远了。